HELLO 大家好,我是Nick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五個在澳洲找工作的方法喔 首先第一個找工作的方法就是 朋友介紹 相信大家來澳洲一定身邊會有很多新朋友或是舊朋友 可以在跟這些朋友聊天的過程中 可以去分享或是討教一些曾經工作的經驗 可以在聊天的過程中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資訊 那在跟朋友聊天,詢問工作內容的時候 大家記得一定要保持禮貌 因為我遇過一些朋友就是那種打電話或是傳Message給我 第一句話,欸!阿你現在有沒有工作?你在哪裡工作? 這種感覺讓人家會很反感 所以真的大家要有禮貌有點 不然會真的造成人家不變 畢竟朋友他沒有義務或是應該的要幫助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喔,要有禮貌 再來我要介紹第二個找工作的方法就是 在澳洲當地有兩個網站 一個網站叫SEEK,一個叫Gauntree 那SEEK呢,他就比較像我們台灣的104啊 111那些的 就是專門在找工作的 Gauntree呢,他就是比較像 什麼591租屋網啊 然後 1104人力銀行那一種 都是什麼好車網 他就是 Mix版的 除了找工作之外 他還有房屋 租人啊 買賣啊 還有汽車啊 還有拍賣一些的 那這兩個網站呢 他是 澳洲當地的網站 那他裡面的一些工作內容 他會有一些限制 可能雇主他們就會希望說 只雇用澳洲當地的人 會有一些身份的條件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履歷的話 不外乎就是一定要英文的 那相對這兩個網站也都是全英文 英文不好的人呢 你就要去用Google翻譯之類的看一下 大家就會想說 哇,都是英文 頭很痛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中文的 那我要推薦的就是 一一網 一一網他其實就像鋼券一樣 有房屋啊 招工啊 買賣的一些相關訊息 那他更新的速度 我個人覺得還蠻快的 那內容真的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背包客站的話 他就是 偏屬於我們背包客 在實驗的 那裡面的工作內容 很多就是 工廠啊 或是農場的資訊 非常的多 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大家天天都會使用的 Facebook Facebook上面有非常多的社團 社群 像因為我住在墨爾本 他就有非常多的墨爾本的 相關資訊 除了買賣啊 也有 找工作的 也有 房屋資訊的 那其他的地區 也都有 大家可以上去搜尋一下 再來我要跟大家介紹第三個 找工作的方法 就是 人力仲介公司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澳洲呢 工作內容有分 黑工 白工 跟回工 這三個 那大家真的就是 找A卷 人力仲介公司的時候 一定要再三的確認 你的工資 是多少 然後發行的日期 會不會綁住所這些的 因為真的 看過滿多的首篇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家仲介公司叫做Renso 它是澳洲當地合法的仲介公司 那薪資方面都是 比照澳洲的法規 大家可以到它的服務據點 然後去填寫一些你的個人資料 那當初我去的時候 我就是填寫 我會的工作 然後我希望 我工作的區域在哪個地方 那填寫完之後 大概隔了兩三天 他就發Message給我 告訴我說 我現在有哪些工作 那你要不要去 你要去你就回信給他 那工資的方面 我收到的工資訊息 都是二十多塊錢 甚至我還有收到三十多塊的工資 那因為我沒有去 那時候我已經有文帝的工作了 那也是在那邊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的 第四個老工作方法就是包裝品 那相信大家都會去採買嘛 那採買呢 所有的物品都會有一些包裝 這些包裝品上面呢 其實你仔細看 他們都會有一些公司行好的網站 那大家可以依這個網站呢 去看一下他們是不是有在招募工 之類的 他們也會有人力支援部的信箱 那大家就是可以發你的履歷啊 過去自己曾經買過某一家的冷凍食品 我在他冷凍食品的包裝 上面看到的網站 那我就登錄這個網站 就點進去的時候 這個公司有在招工 有在招人 而且薪資方面什麼都還不錯 那大家也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去找找看有沒有新的工作 再來我要跟大家介紹第五個 找工作的方法就是掃接 什麼掃接呢 就是準備好你的履歷 當然記得一定要是英文版的履歷 像我以前就是跟這個女朋友 到墨爾本的市區 那我們就準備好我們的履歷 然後看到餐廳 或者看到商家 我就拿著履歷進去問他說 你們這邊有沒有缺員工 我需要一整份工作 那我就把我的履歷递給他 以上這五個就是我今天 分享給大家的找工作方法 那最後我要跟大家講說 不管你今天找的這個工作 薪水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玩 哪怕只是10塊15塊的工作 都可以讓你撐得起你每個禮拜的一些開銷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者分享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找工作方法 記得在下方留言喔 這邊呢 有我推薦的兩個影片 可以點擊觀看 按這邊的訂閱 記得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我是Nika 我們下次見 掰掰